大陆中心综合报道汪小飞说要烧床垫 该品牌分享了火烧实验结果 图翻设自微博中国富商小飞 因为积欠前期大S上百万的生活费 狂骂徐人整整三天 而且话题都离不开 瑞典黄市御用品 黑森斯海斯腾床垫 据查其床垫顶规甚至要价超过300万 民币约新台币1300万 结果随着床垫搬离大S住处后 小飞才一改先前态度 决定烧床垫让双方休战 事不仅再度引发关注 海斯腾中国官方微博 随更秀出火烧实验画面 让陆网笑疯了 汪小飞23日12许在微博发文 态度不像过去强硬 但仍认为这战争是大S挑起的 说他不给家用 逼得上了热搜 严是急了才会如此失控 但认为夫妻一场 现在 么都不想说了 也不想再互相伤害 一切都过去 接着更表示会把大S归还的床垫烧了 结束这场 波 由于黑森斯海斯腾床垫有床垫借劳斯莱斯封号 其店顶规甚至要价超过300万人民币 让消息一曝光 仅两岸网友纷纷替床垫爆区 中国黑森斯海斯腾官方 工作人员放火后 一般 电瞬间燃起 海斯腾床垫 则怎腰点就是点不住 后过了二多分钟 一般床垫都已经燃烧成灰烬 海腾依旧未点燃 让网友纷纷截图转传影片 笑说 割床烧不起的 心疼这个男孩 为什么连他买的 店都不帮他 笑死我太荒谬了